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相当轰动的 那现在工业4.0在我们的行内都基本上能做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最近这一两年 新盖的工厂都已经开始有工业4.0智能化的集中数据管理控制室都已经有了 那这个部分呢所以说在工业4.0的部分已经渐渐成熟 但是目前来讲这个工业4.0已经远远不足以引导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它只能够做到我工厂内部的这个管理 生产的管理成本的管理这个能做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去年开始 AI这个部分已经是开始往这个大数据去发展 AI就是它收集的除了工厂内部的数据之外 所有消费者消费行为都产生的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都回归到工厂里面的时候 那场里面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市场人员 就按照这些数据去研发我们下一代要发展的产品 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工业4.0跟AI的一个整个的结合 是将来必须要走的 工业4.0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陶瓷工业下一步的发展的需要 这是您的重要判断 必须要跟AI结合 才能实现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对话 互动对话 然后这样子才能实现我们这个更精准 更超前 指导我们陶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 是吧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现在到了 现在的消费群已经落到90到00后了 对不对 那这些年轻人今天走的就是这个网上的路线 所以很多数据它直接就回馈到网上 那从网上我们再把这数据带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产品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好的 c端的年轻化 我们工厂也要更加进一步的去网上被满发眼 这个谁的潮流发展 谁的潮流发展 C to F Consumer to Factor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邱总 作为我们中国的陶瓷装备企业 我们其实在世界的市场上面 在量方面 已经占了相当的份额了 甚至 我想从比例上面来说 可能已经超越了欧洲的player 对不对 从量来说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 我们中国这些装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能够跟他们 甚至于有在日人能够同台竞争 健康发展 OK 同台竞争已经是 大概三五年前都已经开始同台竞争了 只不过是我们跟他们竞争 他们是拿这个产设备的质量来跟我们争 我们是拿我们的价钱来跟他们争 所以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优势 在这个市场上形成这个竞争 他们在这个对任何一个产品 任何一个设备 在研发的过程里面 他们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这个东西都是中国人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因为中国在这个原创这个部分下的功夫 那个中国人就是一句一句老话之 名为鸡头不为牛后 这是中国人的这个心态 大家都想发财 那发财的情况下 就是想我如果待在一个企业 或者是这个永远打一份工 那心里面就总觉得没出席 那但是在外国人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欧洲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理念 就是我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 就是对于这个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企业 对得起这个社会 所以呢 他们并不急于这个去这个创业啊 什么之类的 跟其实他欧洲人跟日本人都有一个共同特性 就是敬业 敬业 敬业这一点是中国人比较做不到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敬业的精神 就是我做这份事业 我做得很好 那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传承 那么这个部分是这个 能够把一件事情彻底做好的一个基本因素 真的 这个我们前一阵子 我们可以提到很多 不管是材料也好 设备也好 为什么我们研究材料 研究设备 我们都能够做出来 做出来没问题 但是做好 就有点问题了 所以包括现在全世界各 一些先进的材料啊 先进的设备啊 技术啊 日本人 欧洲人 他们都能够下足功夫 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一个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敬业 跟这个传承 这里要好好去下足功夫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敬业传承 包括我们在原创 R&D这方面 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精力 能力物力 甚至有更多的耐性 是 我们一定有机会 不仅仅是跟他们同台竞争 不仅仅是靠价格数量 甚至有到一日在质量 和原创方面 超越他们 对 有这个欧美的人 有一个是这个 他们永远比不过中国的 就是中国人勤劳 他进入我们大陆的市场 已经超过23年 可以说踏足 中港台 东西方 设备 饲料产品 都非常熟悉 那么我们能够得到您的 这个跟大家的分享 确实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荣幸 谢谢 谢谢沃总